花蓮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在四年前开始执行的清寒高中职学生的助学专案 继花中花女之后,今年十月份启动了花农的助学专案 要长期捐助十五位加进清寒同学 每个人每个月有六百块钱的助学金,一直到他们高中毕业为止 协会和校方也特别举办了相见欢仪式 理事长张美慧他制证了小背包界面丽 鼓励受助生可以认真相学,充实自己,未来才可以营造幸福的人生 继花中花女之后,花蓮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今年十月份再启动了花农的助学专案 将长期捐助十五位加进清寒的同学 每个人每个月六百块钱助学金,一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关怀照顾弱势清寒学生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曾经帮助过花蓮高中 那目前进行中的专案有花蓮女成长 那我们今天启动花蓮高农 那这个也是都跟学校方面提供给我们 我们今天有十五位的孩子 那我们从十月份,110年十月份开始 我们来每个月给他们六百元的一个助学金 希望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协力 可以让他们可以比较充裕 包括可能一些购买一些物品或者一些食品的这个上面 能够有一些协助 就是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关怀 那今天是一个相见 欢迎我们特别准备这个小礼物来致政 那希望这些孩子 我们可以让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大家对他们的关心 花农校长梁宇成也说明 这一次接受协助的十五位同学是由导师提报 经过学校召开委员会评审之后所提出 需要被帮助的学生 理事长张美慧强调 助学专案的对象设定在高中值的学生 希望大家不管是升学或就业 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高中阶段 有一群姐姐阿姨们陪伴 除了每个月六百块钱助学金 遇到重要节庆也会举办餐会 邀请同学或者是提供小礼物 希望藉由这些互动 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 也希望未来同学们成长之后 回首人生来时路 记得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也希望他们可以停下脚步 看看周遭是否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也拉他们一把 要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